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你们这些制作人真的是要熬死玩家吗 在今天早些时候的EA财报电话会议中 公司首席财务官布雷克宣布 EA正在计划让目前旗下人气最高的大逃杀游戏 Epex英雄登陆多平台 其中包括移动端并明确表示将进军中国市场 也许是看最大的两个竞争对手都在多平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Epex英雄也想借着当下的热度冲击一波还未曾涉足的移动端市场 虽然这段时间以来游戏呈现出玩家粘性和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情况 但EA显然是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创造了辉煌成绩的优秀IP EA今天也同时公布了他们上财年的财报 不过比起卡普空情况却糟糕了很多 2018年EA的销售额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在第四季度更是出现了66%的巨大降幅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极品飞车和植物大战僵尸星座已经在座了 可能EA现在满脑子都是几位前辈欲识不绝做手温的教诲 如今也只是希望EA不要再让粉丝和玩家们失望了 新闻结束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榨干钱包环节 Steam今天上架了一个名为坏蛋大boss的捆绑包 内涵五款有着不同折扣的优质游戏 以北欧神话为背景的手绘风格动作冒险游戏 左蹲瓦尔哈拉版平史第16元 像素风平面黑魂泰坦之魂平史第9元 打击感强烈的格斗对战游戏赦免者平史第22元 适合喜欢科幻题材战斗玩家的佳作 Buri近史第35元 以及强调极致爽快战斗的死亡细胞 近史第64元 如果你对以上的游戏都感兴趣 那不妨直接购买包含五款游戏的坏蛋大boss捆绑包 近史第117元 总的来说 这次的合集包面向的是动作类游戏的玩家 喜欢独立体谅又热爱ACT的朋友 还是比较推荐购买的 以高难度著称的音乐节奏游戏冰与火之舞 已经在5月4日更新了大量玩家期待的关卡编辑器功能 并对游戏内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打磨优化 大量免费更新也正在制作当中 就操作层面来说 英语火之舞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不断按下同一个按键 即可控制两个不同颜色的小球旋转前进 完成全部挑战 但按下的速度和时机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而改变 一旦过快或过慢就会导致小球相撞而游戏失败 因此在靠后的关卡中 游戏还是有着不低的难度的 在发布新功能的同时 制作者也表示 冰与火之舞将在5月10日进行一次价格调整 由目前的15元升至18元 所以想要体验的玩家可要早点入手了 探索生存类漫漫长夜 在凤凰周三特议会中迎来了平时的价格20元 一场地死灾难后 玩家被迫降落到一片巨大的荒野冰原之上 孤立无援的你想要活下去 能依靠的持有你自己 孤独大概是漫漫长夜最能带给玩家的东西 恶劣的天气 匮乏的物资 凶猛的野兽 都是会时刻威胁你生命的大敌 在求生的过程中 你需要独自收集食物材料 制作衣物武器维持身体健康 远处狼嚎遥遏渴温 眼前背包里所剩无几的补给 看着满天纷飞的大雪和望不到头的黑夜 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 你能生粉多久呢 豆腐脑的甜咸之争已经旷日持久 而在近日发售的豆腐脑模拟器中 双方终于可以来一次正面的硬碰硬较量了 游戏目前正在进行上架促销 售价8元 这是一款模拟豆腐脑制作全部流程的小游戏 你将参与制作豆腐脑的每一步中 从泡巴 磨制 到煮浆 点卤 你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加入喜欢的食材 最终完成几十种不同口味的豆腐脑 究竟是甜豆腐脑鲜嫩美味 还是咸豆腐脑口感上乘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 访问YKCCG 售买高折扣CDK 和79折国区礼物代购淘宝店 和微信小程序 丁目热项游戏和热门新品都在这里哦 我们下期再见